這也是圍欄 那邊圍欄 還有這裡 這裡一個停車格 小孩子上課下課都沒辦法出路 出路就不方便 不然就是要畫一個人行道 專用道出來 這樣行人比較安全 民眾長期觀察 發現體育館周邊 鐵欄杆 花圃 甚至是公路車停放區 門口柵欄 都讓行人走起來很不友善 孩子那下課 中芯國小 還有這些游泳的人 他下來走 走這邊馬路 這些都是車子在跑的路 你應該留一條路出來 不然這個車子留了停車格 啊 怎麼辦 市議員陳怡 接獲民眾陳情 邀請市安府相關單位到場會堪 但議員卻透露會堪時 現場卻意外的整齊 跟平常停車的亂象大不相同 對於學生上下學 和行走的路人來說 是一大困擾 畢竟現在他們的公路車 跟民眾的機車停在外面 就沒有空間了 那我們體育館呢 近期從去年的跨年晚會 跟近期的籃球的比賽 還有一些樓利球啊 或者是太極拳等等的一些 全國性的比賽在這邊 那其實基本上在這邊通行 是相當危險的 到場會堪的市政府人員表示 公路車停車格 目前只有公車處在使用 預計在五月底就會移走 而學童的通學路徑 基本上不會行走這條空地 開太大的話 那機車會進來 會更增加小朋友的危險性 行走的危險性 他們現在下課 老師就從這邊帶出來 再從這邊走 有住那邊的人就住那邊 安親班的人 小朋友就在這邊接走 會看結果 針對花圃拆除 或者畫設通學步道 市政府七月 將有新案重新招標 將一併納入檢討規劃 而市議員陳怡說 體育館經常辦理大型活動 對於行人的徒步空間 停車需求 都應該要妥善規劃 記者 黃紹明基隆報導 同仁可能會開車 也有可能會